俗称武汉肺炎的COVID-19疫情肆虐全球,其中美国的累计确诊病例已逼近140万例,高居全球第一,而纽约的疫情又最为严重。 身处当地前线,乃至于世界各地疫情重灾区的医护人员,每天都协助医治大量的病患,只希望民众能早日康复,可以说是劳苦功高。 在纽约疫情稍线趋缓之际,纽约长岛拿索郡的警察,13号在西奈山南拿索医院外,举办一场流行活动,向当地的医护人员致敬。 在纽约疫情高峰之际,这家医院有多达90名住在加护病房,仰赖呼吸器的武汉肺炎患者。 医护人员不顾自身,可能也遭病毒感染,与时间赛跑来医治病患,过程相当艰辛。 不过,医护人员并不感到辛苦,还感谢一起奋斗的好同事。 然而在医护人员全力协助病患对抗病毒的同时,自身也面临染病风险。 根据非政府组织国际护理协会本月发表的最新统计, 全球巨幸至少有9万名医护人员确诊武汉肺炎,并有超过260名医护人员因染疫死亡。 不过,国际护协表示,由于各国未系统性通报医护染疫状况, 医护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超过20万人。 对此,国际护协呼吁各国政府应精确通报医护人员的染疫情况, 以防止病毒在医护人员与病患之间扩散,才不会致这些身处前线的战事与险境。 阳广宾,林博宏报道。